英国一名护士被判谋杀7名婴儿罪名成立 审判中的高级检察官于8月18日星期五表示 她的同事们不知道一个凶手就在他们中间 33岁的路西·莱比因2015年和2016年杀害5名男婴和2名女婴儿被定罪 并在切斯特伯爵复问医院企图谋杀另外6人 而且通常是在上夜班时 高级检察官帕斯卡·琼斯表示 莱比竭尽全力隐瞒她的犯罪行为 通过不断变换方式反复伤害她照顾的婴儿 当地媒体称 在曼切斯特皇家法院经过10个月的痛苦审判后 该判决使莱比成为英国现代史上最多的连华儿童杀手 他被判犯有两起谋杀未遂罪 而陪审团经过110个小时的审议 未能就另外6起射刑袭击事件达成一致 警察在他家中发现的手写纸条中 莱比将自己描述为可怕的邪恶之人 笔记上写道 我是故意杀死他们的 因为我不够好 无法照顾他们 检察官告诉陪审团 莱比通过注射胰岛素 毒害了一些婴儿受害者 而其他受害者则被注射了空气或强行喂牛奶 有时在他们死亡之前会发生多次袭击 他袭击的一些人是双胞胎 在一个案例中 他谋杀了两名兄弟姐妹 在另外两起案件中 他杀死了其中一人 但未能谋杀另一人 最小的受害者只有一天大 莱比将于周一被判刑 将面临长期监禁 甚至可能是罕见的终身监禁 他会发生多次袭几年 会发生多次袭击的 Jah